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棠 這集有Sandy在這裡 阿森你好 是呀,大家好 我多提到大家 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6 問候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問題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去準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 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看看市場上升102.14966 國企指數升15.5044 大市成交811億多 上個星期同樣 完全不跟美股 美股那麼厲害 港股今天還要再對心一點 再跌穿上個星期的低位 但是有個反彈在 但是今天如果你看北上 北向資金都是一個流出的情況上 還有今天星期有很多事情要留意的 包括聯儲局議會 還有會後聲明最重要 因為大家都可能預料到 今次是75點 另外還有non farm 和歐洲的CPI數字 後市的想法是怎樣呢 科紙又好一點 但是內房卸到媽媽都不認得今天 那次今天就真是 個市都怎樣說 今天是升一些科技股 但是其他那些板塊 那些股份就真是都 表現都真是不一般的 甚至乎一些 你可以說之前的時間 比如說安全存那些板塊 全部表現都很差的 今天那些油股 其實一落油股都不知道跌什麼 你看到中石油 跌1.7% 就是都 都真是又是很奇怪的 中石貨速業就是一般的 但是就 就看一下 即是 晚一點的時間 看看狀況是怎樣的 不過市又總算在科技股 叫做撐著之下 有一個反彈 但是你說彈起來又 即是怎麼說 晚五點又好像是日期不穩 第一 第二 市真是好像現在 我想剛剛提到的情況 好像是一些業績期 即是業績期 甚至乎好像 這個聯儲育儀式這些東西 其實大家應該真的已經某程度上消化了 但是只不過你說現在整個市 即是這一下的彈 純粹是反彈 其實你真的又找不到特別的 一些的原因去撐 今早有些朋友就跟我說的 即是說 說騰訊今天就厲害了 打得上來 打得很多上來 最主要都是因為好像說 不知道是否要隔龍會 有些說法就是 好像Lexper 可以說現在現階段 好像又說什麼 不會減住有些東西 你去到隔 今天又回到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整體上的市況 真的不是好 你這樣看市場其實都跌了這麼多 而且美股上星期的時間 顏色這麼厲害 但是港股其實真的是打不起的 是 Tony 是不是說 強勢股追跌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真的不害怕 甚至乎 即是稍後一些股份可以再續續說一下 但是真是 面對著這些市況 你個人是真的沒有什麼心機 真的看著它 你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今天是 今天是很會 感覺是很會怪的 其實全部都是 真的很怪 很怪 尤其是當你這一陣子有很多業績期 很多業績股 你看完業績之後 你又發現那些公司 好像 不差 也照樣 你都覺得很 那種感覺是很不爽之 很無奈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今天有些分析 就說 那些外資其實在港股那些比重 已經下降了很多 但是 盈富基金就有很多托著的盤 但是 好像不 sustainable 還有那些 RSI那些 完全沒有一個 好轉的情況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那繼續不要鼓底著 就算你現在是晚五點流行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好像有一個阻力那樣 延遲是 就是真的要等市場給我們一個訊號 我們才能走回去 是不是 現在那個感覺是令大家的信心 是很 現在好像有一個小小去到是怎樣呢 去到不想望的市 但是這件事可能突然轉 可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就是當大家可能覺得差不多 好像沒有碰的時間 就可能那個市場 可能大家覺得它差不多 其實今天這幾天開始有這樣的感覺 還有你又看一些消息面的話 其實又真的又是滿意的 還有一件事 龍湖今天跌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一點是 那一刻跌得很誇張 不過那一刻你問我有沒有信心去罵呢 都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就是這些情況其實有 你可以反映一下 市場的氣氛真是頑皮 還有一隻藍醜 就是又跌四成 他真的離譜了 他現在縮一些是因為公司出了一個 出了一個通告而已 應該是吧 其實逐一隻 逐一講 大家都有很多東西想問的 我一會兒會逐一講的 但是先講龍湖先 是 龍湖呢 其實 你之前說 他做這件事 在最差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問題是 本身現在 即是有些人物關係 也是 吳阿君本身是去創民人 也是做渣旗的人 那你在最 即是原始這個時間 大家覺得是說 喂 即是你要叫做 定軍心 定軍心的嘛 即是你要看公司怎麼搞的 你在這一刻 你要退下來 顧問到什麼言論都好 那一定是差的了 只不過呢 四成 真是誇張 但是你說他 即是你說那些人物關係的情況是怎樣呢 因為事源就是 現在叫做上馬的那個 叫做陳聚平 其實他是什麼人來的呢 其實他應該是2008年已經進去龍湖做的了 當時他的身是些什麼呢 應該叫做是 是什麼身 他那個叫做是 是 我沒有叫做那個terms 是龍湖 是官身 又叫做是官身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是龍湖的一些文化 假設那個人 他覺得是很有潛質 可以做一些叫做一些高管的 就那一刻呢 他就當是以這個身份 就是因為他當年是2008年畢業的 這個身份呢 就進去龍湖做發展的了 就是你可以說這個人呢 根本上可能由那個時候開始 已經是培養他 即是MT 類似啦 就是類似這樣 但是那個概念就是 這些是一定是預了去 可能之後的時間 他會給他做一些高管的位子的了 所以其實有 你可以說這個人是 從2008年開始 不斷已經做上去的 其實今年的叫做3月份的時間 但是當時公司有那次人事的調動 他呢 是想我去做這個CEO 應該是CEO 首席執行官 沒錯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是有編排的 還有 我覺得真是你說 他做這個位子 某程度上是OK的 雖然他有生 他40歲而已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在最壞的時間 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別人一定害怕 所以你只可以說 這次龍湖 可能決定的程度上 我不會說是錯了 但是 在這個時間做這個決定 一定是錯 所以就管教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只不過 今早下跌四成那一下 大家好像覺得 哇 是不是很不一樣啊 好像太過害怕了 當然啦 那件事 內訪 一向我都說 就是不堅持住了 是 龍湖本身的質地又不是很差的 但是只不過 害怕了 雖然你現在 整個和氣氛那麼差的話 跌了下來 你又能否撥反彈呢 自己去衡量 但是只不過 要彈 其實低位都彈了兩成 其實是的 不錯的 只不過你說現在跌兩成合不合理呢 都真是良人體 都真是良人體 是看他之後 究竟現在陳正平 即是陳總 究竟之後有些什麼會做 他現在還要提早還了錢 他OK的 他的負責比率不是很高的 他提了還錢 然後又說 公開市場增持了幾百萬股 其實他的負責比率五成多 好像是 其實他的安全 即是如果相比其他的內訪理解的話 他都安全的 只不過現在是一個信心問題 因為始終你有這一步 大家反而亂信 好像是說 你會不會沽貨 即是 這個大股東股會不會沽貨 那是鬧事的 但是只不過這個時間 即是說差了 今天雖然那些科技股這樣彈 是不是真是被一些內訪拖後退 誰說你說哪一隻 不是 超過程的 都是升八十幾點 但是那些ATM 其實都升得挺好的 他又不算是 反而是其他 因為始終你油股的多少呢 你157%那些 哇 跌8.7% 真的是神經病 有一個佔比率很大的 那你157% 386% 然後803% 那些油股是否跟大陸PMI的關係 關不關的關係 你要選賣也可以的 還有那些內銀股呢 內銀股今天要差 原來內銀股那一集全部都是 內銀股沒有辦法 他真的跟內房很息息相關 是的 還有那份業績真是沒有料到的 所以你去查真是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你看上去是每一隻都跌八人之二 是中國人好一些 中國人的銀股跌少一些 但是你見到1398 1998 跌一多的 那我拖在市場 就是比較壓著市場 但是內房內銀股算了 但是我又真的不擔心 由於你說真的好像八百三為例 那份業績 你去到這樣你都還要插百萬之三 就是有去 所以就是這些有去 因為市場 我只說市場現在是有些無奈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職休股 再加上就是你預算它的業績不會差的 但是它是這樣插 就是你放又不是 拿著它又不是那些感覺 其實是很 就是你這個人很不知怎樣 心理不平衡的一路去 是的 很多都可能贏便輸 我都是 就算你除了剩也好 都是現在都要輸少少 就是八百三 又不是輸很多 除了正 那你都不是 除了正 它之前收過一 然後收七毫子都差不多 當然是過八 那你這樣價錢 大概你十一元買 十一元以上買 你可能一秒就輸了 但是 但是那些十一元買 都不用輸了 OK了 OK了 好 然後1088出業績後是健光死 而今天 1088又不用 不用 這些就是類似那些業績又不是差 但是你的股價真的 但是就不爭氣了 是啊 現在說 都很老實 宣賣自私 現在這些股 你只可以說沒有信心就走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很無奈的 現在你說的股份 很多根本上又不是 它們又不是差的 但是它的股價是令你的人 是很沒心機的 171.78% 是的 其實你想一下 業績又不是軟 全部都這麼厲害 但是又真的對得這麼多 你真的沒有辦法 這些變成你只可以說 是個市好 就是很不走的情況之下 對下去了 那現在其實是神經的 你想一下 現在它的業績 都叫這麼暴利 還跌這麼多 但是 但是阿慎說真的穿了 之前那幾個底 所以沒有 所以那個止蝕位 是不是就是 看看今天收市 是否能站在21.2% 其實我覺得這些情況之下 都是講信心的 因為 因為你說那些走勢那些 其實全部很多股 都很多路很差的 就是 不論很多板塊很多股份 哪些都是頑皮的 但是只不過你說真是 如果你用業績的話 其實真的這些 你又預算它不會差的 那這些又真是又便宜 額色又高 那這些其實反過來 它跌下去又不怕買 但是只不過 這一層呢 是最有 就是最有 最敵的 最感心的就是 類似什麼呢 就是說 你明明那些東西 就是看起來很對板的 但是國際不均 就是你主要說是成 你主要說很多的基金 或者很多資金 就是當是訂貨 就是可能不只是訂一隻 很多板塊股份 他們的情況就是要訂 那裏面要訂貨的時間 你會不會對 因為現在是這樣 現在你問我呢 是怕它不回來的 那些錢 我覺得很難回來 因為現在很多比重 那些基金的比重都調低了 就是我講過這邊 所以如果你這樣介意 你哪有辦法呢 因為我看了一些 即週末看了一些 KOL 或者一些財經人說的那些事情 就是說 你以前就說是週期性 什麼歐債危機 這些週期性 現在是你香港那個 前景問題 現在這樣是很簡單的 你見全世界只有你自己對 你自己都沒有 是啊 你美股現在弄一弄一弄一弄 就是怕你太多不確定性 你政治上又不確定性 所以就變了一對 你真的很難回來 還有這一段 你說週期性 我還可以駁它 可以走上來 現在這些不是週期性的問題 不是的 這些錢真的就走 所以你只可以說 沒有信心就走 就是這樣 現在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股份 其實跌下去 真是無奈的 講一下138 其實業績 我覺得很OK的 就是業績 你問我的話 挑三個業績 交到公費有餘 就是已經是叫做扭規為盈 第一叫做 第二 你的trend 就是那個叫做 那個uptrend 就很明顯是 你遇到第四季的時間 開始 一定是暴力 就是類似走回 好像你說 當年航運板塊 那個情況 就是你的板塊 開始由 那些貿易價格 由谷底 從大盤上來 現在只不過是開始 但是你想想 其實國家A股 其實國家A股都沒有賺 國家A股 你不是有賺 有賺那麼多 A股我看到 剛剛今早的時間 都是大約百分之 看看先 百分之二 因為現在跌多少呢 現在跌 百分之二 你想想 你的港股跌百分之六點幾 其實這些你真的 你都 你解釋不到 你說是不是很差呢 這個業績 我這樣說了 怎麼會差呢 你想想 現在 就是Bombard的行 你估計 它全年的盈利 都是賺十四億 你看它第三個月的時間 已經賺到差不多四億幾 你按道理 你叫再第四個月的時間 賺到 賺到現在 但雙倍 那你叫我運費價格 都不像雙倍 其實你一定是有餘 但是價格 不斷對拍 你真的沒有計 只可以說 現在變成怎樣 很信心我先拿 我都很信心我先拿 但沒有信心的話 現在真的 走 真的沒有計 那裡的勢 你真的 你給人感覺到 你都不想拿貨 真的 好 聽聽 林小姐的電話 先 林小姐你好 你好 謝謝 你好 多謝你們 今早我打過來了 那電話不知為何 聽不到 不要緊 所以我就打來問 她有打給你 哎呀死呀 我也聽不到 我想問什麼 你想問什麼 2、3、8、8 現在今天升得這麼厲害 我那天問過 你說等一會 等下 那我就不買字 原來她升得這麼厲害 好不要再追 嗯 都是維持回額的看法 還有因為 說真的她的價格 都是跌了 1、2、3、4、5、6 都出了6支陰燭 現在叫她打上來 是 沒有什麼的 還有你看她的股價 那個表現其實還是 你說是不是轉小 呢 我主要說她短線的時間 那個小好像有些改善 但是你如果想追貨的話 說真的 我看你都不斷問的 可能你都很想買的了 那你真的很想買的話 你自己可以少住 你當這位少住的話 你看著她看她 看她25.4、25.5 這位置可不可得到 因為 因為其實說真的 股份的事情 就不會一天之間 一、兩天之間就改變 除非大環境的氣氛改變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每天想買 部署這隻股份 那你想 變成是你很想買的時間 你便買去擺一下 那只不過 你如果以一些 叫做 我們看比較中長線一些 還有你如果要適合現況去看的話 其實我試過那個狀況 其實還是不太理想 所以我只見你 你問我的話 我還是不建議你買的 不過 如果你很想買 你天天都看著 你覺得不買不行 我看到她的舊吸引 那你便考慮一下 這些話先進入 好 謝謝林小姐的電話 真的天天打來 看得很緊 是的 沒錯 其實是我們 是的 其實我在想 會不會是炒穩加息 加息 但是對她也沒有什麼用 突然轉來 你本來的樓岸都不行 那樓遲又差一點 經濟又差 經濟差的時間 其實你銀行那個叫我 是最危險又會提升 所以你說 當然了 你去Q3分業績 它是 叫我什麼 那個叫我 除 撥備 撥備前的數是OK的 不拆大 這些 我想 某個狀況 都不是那麼 其實市場這樣對 會不會影響到 香港的GDP 那你要去消費 會的 你消費大多 你看到 有外面的消費 都弱了很多 是不是 你走一圈 煎蝦咀和阿灣 現在多少急舖 但是問題是 那些人出去旅行 是的 但出去旅行不關你GDP的事 是的 是的 你說消費 是的 其實沒有關係的 經濟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真的要麻麻地 真的要麻麻地 我真的要麻麻地 是的 Tony 我都有看的 只不過你說 這些股票很大 多 但是兩邊都有賣 或者第一次 可能沽了香港這隻 買回內地那隻 又不出奇 但是這些很無奈 你只可以說 它的業績 又不是差 但是它這樣對發下去 是很無印的 這些是很無印的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又覺得 小時候看業績 它可以的時候 就先拿著它 是很差的 真的 好 聽到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你好 請問誰的股份 3323和3328都沒有貨 二次元一買哪一件好 又是不同的 林先生 3323和3328 但是兩個股票都不碰 水來股 你看內房跌到這樣 不,因為第一件事 交銀份業績是一般的 即是和四大行比 我就覺得是否業績 其實四大行不是好的 但是它份業績 我都不覺得是OK 而且我都說的 內容板塊 你內房的問題搞不定的時候 內房都真的不會想 所以都是不偷 但是相比之下 你說建材重大件事 現在你看到內地的房地產也好 甚至基建的也好 都真的 真的慢 而且 所以那個板塊 你見到那個攪廁 你見不到這樣 所以變成他們的業績表現 又是不行 又是差很遠 所以任何東西 給人買的話 都真的都 暫時沒有好 所以你兩隻股份 你只可以說 局勢又是差 業績又沒有太多支持 所以要想的話 就不想著就算了 嗯嗯嗯 好 人散了 真是說笑話 謝謝林先生的電話 基金沽貨應付這個熟回潮 有沒有一個熟回潮呢 其實 基金都不出奇 都不出奇 你走來redeem him 真的輸得很慘 但是沒有了 有些人都可能你 cash is king 是的 或者牛熊 你說有一半 買了中移動 50元買 月日都跌 其實 其實 沒有不利消息 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不利消息 對他們來說 你可以說 除了Q3個業績 是比較上 令大家失望之外 是沒有什麼 是沒有什麼的 那你覺得Q3個業績 是不是差呢 我那次都說的 其實是因為他本身Q2的時間 他那個業績太好 大家對他突然間 多了一份遐想的 但是這些股份 其實你擺 沒有什麼的 竹牛熊 當然是說那句 你真的有信心是害怕的話 你自己減一減磅 因為現在的市況就是這樣 你沒有很多貨 其實跌到一些位置是很低層的 其實你轉一轉 這位置沒有理由減磅 但是有時候大家都明白 拿著一些貨 你拿到好像 心裡很不安樂的時候 你就可以減一些 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轉 我自己個人 就是你問我的話 那些貨拿著它 就擺了 我始終覺得他業績 又不差那些 那你終有一天 你肯定打得上去 應該不會玩到 要改一個派息政策吧 941 不會啦 我聽說不會 941一定是派 7成這個定了 就是你最多接一個 可能它沒有增長 但是 收息的話一定穩定 這些又真的不怕 但是只不過你的時間 雖在氣氛 就是感覺是很差 還有 就是你可以說 很多股份都很高 你業績不差的時候 你的隔隊 是只不過是令大家 更加不強的 就是好像 有時候變成 好像要強行 把握迫著我要止蝕 那樣 我感覺是很差的 現在就有類似的情況 但是真的 沒有的 希望看一看 第一 看個市 希望可以有機會 回答一些 11月份的時間 12月份的時間 就死了 但是就真的 看我可以嗎 如果你是回答一些的時間 這些 有些基本面支持的股份 就應該不差的 希望這樣想 希望這樣想 大家會 感覺好些 這樣 因為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股份跌下去 是跌到大家都 好像都很沒心機 一天不見一成 第二天又不見一成 其實是的 尤其是內房那些 最慘的內房 內房跌到 真的已經去到 趴在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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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灰意難 是的 這些感覺就是 會差 真的很差 先低後高機會會大 先低後高 我覺得下去 一萬三千五 再帶上來 萬六點這個位置 一萬三千五 現在的現價 差一千多點 如果你這樣說 就沒有差 是不是 真是 我問市場跌了一成三 10月份 如果計算 昨天 即是上週五的時間 都會跌一成三 即是年度兩個月 是跌一成三 你想想那個跌幅 是多麼誇張 很誇張 而且你的基數已經很低 是的 我都說了 你六月尾的時間 市場是二萬一千多 現在是一萬四千多 即是沒有了 六千多七千點 是的 即是一季多一點的時間 沒有這樣搞 18點 打算買東西安全 坐也坐得安心 是嗎 就是好像那樣 對多四千六米 原來真是挺好玩 剛剛說 即是上個禮拜都說 200元穿的話 又可以買一些 駁回280元 是的 你這樣說 原來就OK 今天穿了200元之後 又帶得上去 最高價錢是216.6 好像又OK 即是短炒 我會覺得 每天都不抄這些市場 是 但是拿貨的朋友 即是想著長生的朋友 應該這一轉是 即是會對 對那些是怎樣 那些人這種部署方法 會很失望 真的 真的會動搖 真的 還有你真的不知道 自己反彈的時候 自己的股份有沒有分 認真 沒有的 就是這樣 我轉到那個 你現在有業績支持那些 跌下去 你都不會太過 跌下去是不開心的了 但起碼你說 大陸上的機會 都還是大的 但是只不過 現在這個市最慘的是 你好像完全想不到 就是想不到反彈 除了反彈之外 你想不到那個市能升什麼 可以升什麼 你想不到那個原因 是可以怎樣升上去 其實是幾 還有真的捱打了十幾個月 我們 十一個月 是的 全年都捱打了 你美股那邊 升得挺好 但是美股上個星期 真是 你拿小彈 滾下來會小彈 所以我之前都說的 美股我真的不看淡美股 但是港股我真的看得太淡 但是美股在我的想論中 是快彈了的 暫時來計 過了這兩個星期 看看它的意識完 還有看看那些公司 因為這一段時間 科技股已經出了業績 但是其他部分 有一些會拿著做會出業績 看看那些公司的業績 看看出了什麼狀況 但是我認住 美股還會有一下跌下去 跌下去那一下 反而大家真的可以再想一下 會不會是意識聲明又很英 我已經預計了 繼續去應 但是只不過 可能你看到一些數據 可能一些東西 有機會突然間有一刻 突然間差回去的時間 那一刻大家會害怕 大家都預計 聯絕局這次加完息之後 今個星期 香港銀行都會加P 當然會 現在的息差差那麼遠 你加0.75 你真的沒得不加了 你再不加 那些錢全部跑出去 真的要去 它不能不加 因為加得太快 和太高 它上次不算加得多 我覺得 香港銀行來說 它上次不算加得多 不加多 因為還有銀行體計劃 都會再淺 但是你再加0.75的時間 你兩者馬上再擴闊 一定會什麼 加1厘 不會 一定不會 上次都是0.多 加1厘 很多 不會 你說P加1厘 不會 應該不會 不過它可能會繼續加上去 這樣 你現在 加10.75 都未必會 住 但一定會追上來 會追上去 所以也是沒辦法 但Tony你買了這個1093 剛才 剛才它閃了東西 好像它 是 1093 但是1093 你買什麼 貨什麼 原因是什麼 1093 我只可以說它的價格 是比較硬 但是又真的 又不是很 因為它批落 是有些 醫療板塊 其實這一股 彈得很厲害 1093 現在已經是彈鮮人 但是今天都好像下一些 你自己小心 因為這隻 其實你問我的話 它基本面是嚴格上 它不是差 但是你說有沒有很大的賣點 或者是要選藥股的話 你必須選它 即是它跟媽媽的情況差不多 它做一些創新藥 但是那些藥股 或者它們的業務 都很受到我們大量採救的因素 影響到它 所以到股價 你看到 一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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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但真的 你打不起 1072 一天更厲害 一天更厲害 這就是業績好的 其實這就是業績好之餘 你看到 我們剛剛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有很多跟電器設備相關的消息 又講到一些什麼 什麼不知道什麼 有些什麼 空氣儲電 還有一些什麼 氣壓 那類的東西 是我們很多 這個玩法 是保持著很多消息炒作 所以 而且它的業績是真的對玩的 所以之前我都說 其實 你再減一下 要加一些電器設備的反法 我加它 因為我媽媽是3 我都說要加一加 就是1072 因為它的基本面真的強 但是沒有 如果你沽了的話 等它再買 因為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算不算很划算 很划算 很划算 所有東西都很便宜 但是你 但是會不會再划算 不 永遠都是 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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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事 說真的 現在的市場 你說划算是否划算 一定是划算 用這個歷史角度去看 現在的估值上 一定是便宜 是很便宜 但是問題是 不是現在這一刻便宜 就等於好像 以前分析內人股一樣 內人股是便宜 很便宜 一直都很便宜 但是便宜不等於一旦 它便宜的情況就是 可以保持很便宜 可能你保持一年 或者兩、三年的時間 都可以很便宜 這樣的情況 而且還有一件事 記住一件事 現在的大市便宜 很多股份也好 甚至是恆指也好 便宜是歷史的PE 你想想 如果它用今年的計法 即今年預測P的話 恆指是沒有那麼低的 因為很多股份 很多公司業績的東西 其實是差的 你想想 以往的時間 你多一些高增長股份的時候 你的PE可以高得來 你都可以回得很快 但是你現在這一回合 你都沒有高增長股份 你想想 現在成份股裏面 那些高增長股份 是甚麼股份呢 真是資源股 你想想 是一些最不應該 增長得厲害的股份 反而那些是增長 其他那些全部 你想想 騰訊 ATM 好像你說銀行 那些全部的增長是很低的 所以你想想 那你的市場 那種所謂的便宜 其實一點都 你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你不是便宜的 你都不可以說是便宜的 所以你只可以說 恆指是 現在沒錯 是划算的 但是 不等於 即不等於 值得買的 這樣的情況 嗯 為甚麼這麼分化 其實就是了 通料很想知道 你又 這樣說法 1072的好 這個好 其實是它 保持著這三個都好的 這個是真的 那 138 其實你問我的業績 都是好的 但是 只不過很明顯 就是大家 我都會兼顧 你只可以說它是 轉圈 還有可能大家覺得它 講得不夠厲害的 你這樣理解 但是 我又說一句 其實你想想 上一季的時間 它還是賺得過 一億多 一億多 那你現在去到四億 其實你預計到 你課師都去到 增速 還會加快之餘 整個行業 本身一定是厲害的 所以你想想 我想不明白的 其實Tony 即是星期五 我都做節目的 他在LOW 都有輕輕說的 這一隻 那我也說過 業績其實是OK的 厲害的 而且 Bunberg的預測 即是這個行業的預測 是今年全年賺14億的 現在其實要賺六億多 即是意味著 它第四季要賺八億 但問題是 達標一點都不難 我覺得不止八億 但是 沒有的 即是 有時候就是 這麼無奈 你只可以說 很多東西 看上去好像很靜路 但是它要跌 我都不會敢解釋 為什麼它要跌 因為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沒有計 你只可以說 但是現在市場 很多東西都是 你 你想像不到 又很簡單 說回 157 跌8%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 8%跌這麼多 803%又是 跌4% 現在 你很厲害 我的市場都不跌 即是說實話 真的 唉 這些你看上去 好像 騰訊整個整個都縮一點 縮一點 是啊 但是變了 就是現在這些市場 是很考驗 那個信心的問題 講一講一講 你見不覺得 138越跌越多 持貨能力 A股現在 你看看 A股現在反而跌少了 A股也跌多了一點 跌2% 但是你 H股這隻跌8% 完全都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說真的無奈 真的無奈 走錢 走錢 不停走錢 還有外圍都不是沒事的 其實 普京有搞糧食 玩完 能源就玩糧食 會不會又是另一隻 都不可以說是黑天鵝 會不會再令到環球的氣氛 又再差一些 它又不是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變成上拉高的通脹 其實也會是 通脹 大家覺得 可能又會 還剩下一些 但是現在糧食供應 一大段短缺的時間 其實會 是不是很大 佔很多 佔很多 如果這樣算 烏克蘭那裏 減少三、四成度 全球 只是在烏克蘭初學那裏 但是 那麽是糧食供應 因為這一段時間 就是 很多東西 看天氣 看種植的時間 但是有件事是說 因為印度之前 又太熱了 歐洲也是 很多地方 如果種植物 就應該遲了 所以有機會糧食供應 有機會 我覺得有些影響 而且現在 烏克蘭 出口的地方 最多是什麽地區 反而是非洲 埃及 或者是東歐那些 如果 這段時間 反而是當地的地方 即那些地區 反而真的有機會會亂 但是很可能到其他 以發展的地區 好像西歐 美國那些是沒有什麼影響 不是 因為本身現在美國 都不斷輸糧食出去 給歐洲那邊 按道理 影響性又 暫時來說還是可控的 但是 民事格格 你預算一定會飆上去 一定會 嗯 好啦 市都 我們都無心亂戰 其實 都是這樣扭著 最慘的是 有時候看上去 那些事情 現在變成是 那個問題是 大家 信心 沽還是不沽 我覺得是信心危機的問題 就是 有些貨的 你可能現在很無奈 你看著 忍痛 止蝕 是啊 是這樣 如果你說不忍痛止蝕的時間 你決定拿的 唯有就拿著它 先 快點望小兩眼 沒辦法 是啊 我就會計算了 問題 完全不看自己輸贏多少錢 是啊 真的不看我留開心一點 真的 等它彈回來 才再看回 也是的 好啦 這次先和Stanley談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時候上去台股份 有 有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 我們稍後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去再見